喂,你好 你好,什么事情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好像在造谣了吧 有人在造谣? 造谣什么? 造谣说不是现在中心有个女的在网上爆出来生了八个孩子 不是徐州的吗? 在造谣什么? 他造谣他几份通告内容不一样呀 第一份通告说是没有管卖行为对吧 然后第二份第三份现在第四份 每一份的内容都不一样 每一份的内容都不一样 对 那就是有很多互相矛盾的地方 互相矛盾的地方? 第一份 就是官方在造谣我说的 官方在造谣 对啊 怎么了 你说什么许州官方在造谣 我不知道是不是许州官方 也可能是某个网民对不对 那个 用了什么假账号的 所以我要报警啊 那个账号叫封线发布 你们去查一下呢 封线发布它不是 怎么了 它不是徐州的封线吗 对啊 怎么造谣了呀 我说了它四份通告那种都不一样 有 有 有那个 有第四份可以证明第一份是谣言 可是我们这边场所怎么管到他们徐州那边 有没有有网络警察的呢 你们能不能上报公安庭公安部的呢 那你加个区号 那我问你你们能不能上报公安庭公安部的 我我 我只能提供这个线索对吧 其他事情都都要我来干 那不是徐州封线不是官方吗 官方就不能造谣了 官方还说那个 沐山三万三万九千金呢 是不是留言啊 那有什么证据证明它是 我有截屏的呀 你有截屏的呀 你有截屏的呀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它是 报的通乱造谣呢 对不对 那那他们不是他们没造谣 那那我就是在报家警了 对吧 是吧 你又说你报家警 那我能不能提供这个线索 那你们去查呢 我提供线索你们去看 那你怎么查到这边 查不了他们徐州那边 那就上报公安庭公安部 如果要上报公安庭的话 那你在南京的区号025再报家 那干嘛要我去的 你们干嘛的了 我跟你说了 长叔这边管不到他们徐州那边 哪是法律官邸 他说市民不能举报其他地方的 犯罪行为的 啊 我那不是罚外之地 是不是 我没说你不能举报 我不是给你025 加110 南京受网子的计划了吗 那我把这个情况 是我是受害人 我在长叔 你怎么又是受害人了呀 那我是谣言受害人 你是谣言受害人 对啊 你怎么受害了呀 我被他们欺骗了 师傅上司内 我我我对 我对那个政府的 政府的那个公信力 上司呢 跟你说了 打江区号025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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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